我比較看得出來了 我來猜猜看好不好 這是瓦斯口對不對 好像是耶 很像 而且一個 可能是一種武器喔 人家瓦斯口都會有去大砲 對啊 好像有一點像大砲 對不對 完成了基礎的線條之後呢 接著開始上色 利用漸層的色彩以及線條 創作出陰影及立體感 此見圖龍老師輕輕鬆鬆 三兩下就完成了作品 而且剛才LATSA的地方 完全看不出來 看到這裡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將作品取下來之後呢 再放到地上 瞧到正確的角度 天啊 這也太必真了吧 這是一個瓶子 我們花了一個瓶子耶 終於被你看出來了 那你可以跟他互動 我怎麼跟他互動 你敲破瓶子 你可以坐在裡面 假裝你被關在瓶子裡面 台灣給你 畫平面為立體的3D藝術畫 常常給人身歷其境的視覺效果 不過想要創造3D畫作呢 可不簡單 得運用色彩變化 以及物體的變形 來營造出立體的錯覺感 讓觀賞者 能夠投入其中與畫互動 在高雄有一位本土的噴化藝術家 憑著多年的繪畫經驗 成功創作出無數的3D作品 成為全球華人首位3D 立體噴化藝術家 現在就跟著想把我 一起去挖掘3D藝術的奧秘 一個曾經的 恐播藝術仔 差別了 可不可以 更容易 可不可以 為何要守護藝術家 我是小王 而為何要守護藝術 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保護我 不敢來了嗎 美國隊長好厲害喔 這個好立體耶 這真的是3D的耶 小馬 你摸過了沒 你會講話 你是人喔 是啊 你站這邊幹嘛 這是我畫的啊 這些東西你畫的 對 沒錯 那些美國隊長 那些老虎 還有前面追我的恐龍 都你畫的 是 那這邊是我的工作室 所以你自己的工作室 門在哪 門在這邊 這邊有一隻綠巨人 綠巨人 連門都看不出來耶 所以你裡面還有你的作品嗎 有有有 不然你帶我去看看好不好 好 好不好 來來去看一下 從早就喜歡畫畫的圖龍老師 當過電視台節目的美工 也曾經從事立體雕塑與教學 在五年前看到3D立體繪畫大師 Kurt Weiner的作品 靈機一動也開始嘗試3D繪畫 以近30年的美術功力 創作出一幅又一幅的畫作 呈現出逼真的立體感 栩栩如生 令人驚艷 在台灣各個角落 幾乎都看得到他的作品 老師 這就是你的工作室喔 所有的工具在這邊 對 這是我的顏料 這是那個啊 噴槍 對 中的還有大的 我現在在畫一個小的作品 這是算小的 這個不算小嗎 對 紅墻麻糞 你幫我來把它完成 這個是幾個圈圈 這是我看不懂 看不懂對不對 啊 我知道跳火圈 怎麼被你猜到了 跳火圈 是 跳火圈 感覺到跳火圈的感覺 我們從哪裡開始 左手進行呢 就照這個線條 是 這個裡面 你可以嘗試看看 像這樣子 對 把它接出來 這樣子 欸 不錯喔 照這個線條看 照這個線條看 對 所有的線條 就交給你了 老師你整個放心交給我 沒問題啦 我知道你也是 對廢話很有興趣 對 不錯喔 手很穩喔 超乎我的想像 對 沒錯 沒錯 我一直在那邊聽老師說 沒錯 沒錯 我好有成就感喔 真的啊 對一個學生來講 真是好開心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30年差不多 等一下 這裡我要課寫 你在說什麼 你學30年生跟我差不多 真的假的 好開心喔 有練健身果然有差 果然創作是需要被鼓勵的 有了圖龍老師的加持 讓我對3D繪畫 燃起了極大的興趣 老師說 要將看似平凡的圖案 做出立體的變化 才是最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別看這部畫 只有幾個簡單的圓圈跟線條 想要製造逼真的立體感 還得賦予它不同層次的顏色 線條才行 我們加黑色就噴在這個 邊線的地方 把它加黑 對 這裡喔 對 連著那個線 對 把它加深 老師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加深它 因為就是要一層一層 對 所以所有線條都一樣嗎 對 都一樣 阿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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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加麻 感冒了嗎 不是 因為我吸太多這個了 沒有戴那個口罩 哇 那怎麼辦 我剛才好像有點一個打噴嚏 這邊黑掉了怎麼辦 而且我這塊很黑的耶 我們畫圖還有一招叫做 將錯就錯 將錯就錯喔 對 欸 它換了沒有關係 剛剛這樣就起來 反而多了一個層次感 多了一個層次感 對 就這邊的話 就是它有光影更強烈了 對 小時候不是有一個故事嗎 嗯 這樣子有一個黑點 對 變成一朵花 欸 這個故事 老師你幫我一下啊 我還是看不出來 我覺得 你看我的視覺啊 因為那個畫比較大幅嘛 所以我的視覺上面 我沒有辦法去看到 這個要拉多遠來看這個事情 你看老師揮灑喔 就很直接很俐落 不像我 因為我是亂瞄 欸我比較看得出來了耶 我來猜猜看好不好 好啊 這是瓦斯桶對不對 好像是耶 很像 而且一個 可能是一種武器喔 人家瓦斯可不可以去大炮 大炮 欸對啊好像有一點像大炮 對不對 完成了基礎的線條之後呢 接著開始上色 利用漸層的色彩以及線條 創作出陰影及立體感 此見圖龍老師輕輕鬆鬆 三兩下就完成了作品 而且剛才拉撒的地方 完全看不出來 看到這裡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將作品取下來之後呢 再放到地上 瞧到正確的角度 天啊 這也太逼真了吧 這是一個瓶子 我們畫了一個瓶子耶 終於被你看出來了 那你可以跟他互動 我怎麼跟他互動 敲破瓶子 你可以坐在裡面 假裝你被關在瓶子裡面 在這邊 在圓圈這裡 圓圈這裡 攝影師 你看一下有沒有感覺 我在裡面了嗎 啊 幫我出去 救命啊 關馬瓶啊 我是瓶中馬啊 我不有趣 有趣 超有趣 三D藝術有趣的地方 對 這樣大家都要來這邊來拍照嘛 對啊 我們前後大概花了大概 四十分鐘的時間 老師就帶領我的 創作的一個 我一開始完全看不懂 到後來線條一個一個上了之後 居然是一個超厲害的3D 老師你一起進來嘛 我們兩個擠 擠一下鼻子 好 你擠一下 擠一下你 這個我們兩個算苗條了 應該就擠得下去了 我們兩個都關在裡面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兩個關在裡面了 哇 這就很酷耶 對啊 從來沒有想過 平面的藝術屏 居然也可以真實的與人互動 屠龍老師說 在觀賞3D地景藝術時 其實只需要掌握幾項重點 就是站在正確的角度 使用相機或攝影機拍攝 將人與畫融為一體 看起來就像是 人在畫中生理其境 而屠龍老師的作品不生美舉 其中最讓他得意的巨僕畫作 就是受到上帝幫助的天堂 哇 老師 你把耶穌畫得很帥耶 對 而且我現在整個人 站在一個天堂裡面耶 然後耶穌的整個手伸出來 他為了我們人類舍命 有沒有 丁十字架上面的洞 都有喔 哇 這幅圖 老師你畫了多久時間 一個多遠 就是我們利用照相的景深效果 是 把背景畫稍微模糊 那把前面的話呢 比較銳利一點 經過攝影機拍出來 就有那個力量 對 那你這邊有沒有設計哪幾個點 是站在那邊的時候 可以供客人拍照 這邊他的約束的懷抱 再來就是他的兩個手掌 各位觀眾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而且我要用坐的 哇 好開心喔 然後這邊有一個呢 天梯 對 一路到這邊的時候呢 如果我現在跳過去 就站在天梯上面對不對 對 這個不能亂跳吧 這個如果我跳到這邊的話 就下去了 就不見了 一二三 哇 有沒有感覺 那個視覺來了喔 是一起跳過來 而且我要走樓梯下去了 你看 走樓梯下去 走樓梯下去 真的很酷耶 從實物的立體雕塑 轉戰平面的3D立體繪畫 屠羅老師無視自通 專研各種的操作技巧 構圖布局的設計 每一部作品 完全都靠手工繪製 過程中雖然遇到 許多挫折和瓶頸 但屠羅老師 仍然堅持繼續創作 因為他背負著強烈的使命感 想要打破 外國月亮比較圓的迷思 向國際宣揚台灣文化藝術 用作品贏得全世界對台灣的重視 世界之大無奇不由 富爾摩莎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的命